欢迎来到新闻榜 不过在70年代 关聪是无限的小生之一 关聪其实也是新二代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甘草演员关海山 在香港人称瞎叔 关聪在1972年毕业于第一期无限电视一员训练班 他在70年代加入香港TVB 成为当年的无限小生之一 1983年他开始转往台湾发展 在1996年退出娱乐圈 开始从商 从商多年 关聪开过餐厅 珠宝店 最后都失败 他表示自己曾一度因为生意失败而心情抑郁 后来和朋友一起做公益唱歌 才慢慢地走出了阴影 现在关聪主要忙着做自己的XO匠生意 平时没事就打拳健身 活得自在 关聪在网络上销售XO匠多年 最近半年走到街头摆摊叫卖宣传 最近销量也仍然不错 很多人回购 一个月销售额大约有20万台币 关聪表示 与其虚度光阴 不如上街摆摊 他再次强调自己没有养老金的问题 今年66岁的关聪至今未婚 但他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红粉知己陈淑娟 他表示自己爱自由不爱有人管 只要有钱和健康就能轻轻松松地生活 关聪更笑着说自己可能饰演了无花和尚 因此一路当和尚至今 但人生只要有个伴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度过一生 说起李耀祥 谁人不知他是三界世帝 出演过多次经典作品 他将配角人物演绎的出神入化 他心中始终坚持着不论角色大小 只需要好好演的信念 在签约TVB多年成为金牌绿叶 李耀祥不仅会演戏 还有商业头脑 他在香港买了一套价值500多万的房子 入住期间获得多次大奖 随后便以1350万出售此房 净赚700多万 不仅如此 李耀祥还开设公司进行盈利 年年赚得盆满钵满 本身祖籍就在内地的李耀祥 在中山开始了定居生活 早在之前 李耀祥就说过想要去每个地方都看一看 在工作闲暇之余 李耀祥便带着妻子云游四海 两人一起去过多个城市 还将美景美食拍摄下来 与广大网友进行分享 在内地的李耀祥非常低调 出门会坐汽车高铁 甚至还会与妻子一起骑单车 完全没有财大气粗的样子 某家媒体凭借一则视频 将李耀祥在内地的生活写得极尽凄惨 说他是沦落街头脉运 还说出道40年辛酸一面流出 而事实却是 李耀祥在夜市路过吉他摊位 摊主见他很有兴趣 便请他去弹唱 在视频中可以看得出来 李耀祥边唱边弹 玩得兴致大发 与媒体报道的毫无关联 现在的李耀祥 只想带着妻子走遍各个地方 好好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 3.万子良 倒数40年 万子良香港影视圈 大哥的名号无人不小 更是因为出演 古惑仔等电影 让大哥的名号神行兼备 然而吸引多年的大哥 如今再一次出现在众人眼中的时候 却让人瞠目结舌 身材发福 满脸皱纹 满头白发 在街头收小弟 举止怪异 不满沧桑的面容 哪里还有大哥的形象可言 不少人说他是生活所迫 万子良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辉 就连他自己在节目中提及过往 目光中也是掩不住的怀念和沧桑 在此之前 万子良依然踏上了从商的道路 可惜的是 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在这里体现了出来 万子良的从商之路 渐渐走向下坡 直到最终破产 将身家挥霍一空 失败了的万子良 才终于认清了自己 失去观众视线的他很难成功 可想要再次回到圈内的时候 电影圈已经不是大哥的天下了 最近网上时不时 爆出万子良商演的照片 照片里他没有了当年黑社会大哥的样子 做大哥时谁也不能让自己低头 但身为丈夫时 为了家人可以向无数陌生人低头陪笑 这样的万子良让人唏嘘 有人怀念他曾经的风光 有人侃侃而谈他的代表角色 有人取笑甚至谩骂他现金商演捞金的态度 他风光过 成功过 愚蠢过 失败过 但当他弯下几辆雪董谦卑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责任 1963年 蓝结英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 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在那个无美颜无滤镜的年代 蓝结英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深得父母宠爱 中学毕业后 他父亲本想将他送去台湾读书 寄宿在那边的朋友家 只是等手续都办妥后 父亲却有些反悔 他舍不得女儿出远门 又怕女儿不好好读书 蓝结英很听话 考虑到父母的感受 他便留在香港早早进入社会 事业开始走向正轨 却因得罪上司而道路坎坷 最终十分落魄 直到2018年11月3日 一代女神蓝结英就这样香香玉云 她曾经经验了时光 至死却未被命运后代 生前无人关心 此时无人知晓 连遗体都是香港艺人协会 帮忙联系亲姐姐收走的 如果当初的她可以圆滑一点 现在也许还会在TVB占有一席之地 让人十分满心 5.梁敏仪 疫情之下 香港艺人出现了集体 外逃的现象 纷纷将工作重心放在内地 一些不涉离家的艺人 为了维持生活 不得不从事其他行业 现年45岁的精女郎梁敏仪 就是其中之一 6月28号 据稿媒消息称 梁敏仪近段时间 因为疫情的原因 工作量一度减少 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转行卖蛋糕 索性她自己并没有因此感到落败 反而更加激发她的斗志 全程表现得十分熟练和专业 一天下来 虽然劳累 但却十分满足 对于被抱在蛋糕店打工 梁敏仪接受采访的时候 大方承认 并透露以前的收入 主要来自于内地商演 可是疫情 致使她所有工作停摆 只好另谋出路 这期间她打过零工 兼职做过仓务 面包烘焙等等 后来见到疫情 没有暂缓的征兆 便决定打起了长工 据其透露 她在蛋糕店已经打工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起初的时候不是很习惯 包括见到粉丝 以及同行等等 但伴随时间的推移 梁敏仪慢慢接受了这份工作 放下身段 从事一个天差地别的工作 其实考验的是内心的承受能力 一个不优秀的艺人很可能会崩溃 但成功的艺人却将其视为磨练 这份磨练过后 演技将会得到升华 12月15日 据港媒报道 港姐杨婉怡最近在美国定居 还在某教育机构 教英语来养家 已经没有回归目前的打算 令人唏嘘不已 如今51岁的她留着一头短发 容貌依旧交好 看上去比起以往 气质更加干练了 据了解 杨婉怡在美国定居后 先是在网上兼职 教授儿童课程来维持生计 今年情况好转 她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在教育机构当老师教授英文 忙的时候 连周末休息的时间也没有 但她适应得非常好 与同事也相处融洽 现在住的房子 虽然比不上之前 月租7万元的豪宅 但好在一家人都还在 再加上杨婉怡苦心经营 即便家里装修剪 简单也十分温馨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曾与杨婉怡共患难的老公 再回到美国后 就消失了踪影 如今的她又当妈又当爹 好在儿女懂事 生活也有了好盼头 虽然杨婉怡曾经陷入低潮 但现在都过去了 如今的她 踏踏实实过着自力更生的生活 希望她能够越过越好 7.杨思琪 作为2001年的港姐冠军 杨思琪的颜值真是没得说 当时还一举拿下最上镜 最甜美笑容嘉丽 网上最夺目小姐 先提美态 最受欢迎嘉丽等五项大奖 高颜值加上好演技 还有无限力捧 杨思琪的事业 如同坐上了火箭 而就在2011年 她迅速上升的事业 却戛然而止 只因她的人生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意外 当年杨思琪未婚先孕 而且孩子的生父 一直不清不楚 当时这段八卦闹得沸沸扬扬 据传是杨思琪先劈腿 后未婚先孕 最后被小三 对此无限实在容忍不了 于是杨思琪就被血藏了 有了女儿后 杨思琪的经济负担加重 不得不到内地的夜店 做啤酒妹 之后网上有多张杨思琪 被开邮的照片流出 单亲妈妈为了讨生活 真的很不容易 照片中的杨思琪 这样强颜欢笑 看了真是让人心疼 8.谭小桓 谭小桓是1994年 香港小姐冠军 在那个没有整容的年代 每个港姐都够美够清纯 而谭小桓绝对算其中 出类拔萃的一个了 彻底毁掉谭小桓事业的 是一个叫黄国荣的男人 当时谭小桓对他一片痴情 但黄国荣没有被他的痴心感动 泡夜店 撩妹毫不收敛 谭小桓只得心碎分手 之后谭小桓又在2007年的时候 和现在的老公蔡强荣结婚 婚后蔡强荣多次被抱于夜店腊妹私会 还被拍到热吻照 每次她都会替老公辩解 直到后来蔡强荣身患肺癌 她也是不离不弃 谭小桓再次出现在大家视野中 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 朴素的短发 与旁人边说话边自然地卖鱼蛋 虽然在旁人眼中稍显落魄 但可见她是乐在其中 也还真是心大 9.李珊珊 颜值一般的李珊珊成为96年香港小姐冠军后 并没能在娱乐圈发展起来 演了几部没什么名气的作品后 就淡出大众视野了 而她再次被媒体关注 竟是因为要拍卖香港小姐的后冠 虽然名义上是为了做慈善 实则被扒出是为了筹钱治病 成为港姐并没有改变李珊珊的命运 到最后值钱的竟然只有这一顶后冠 也是令人唏嘘 任何一门职业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也有落魄凄凉的一面 人生起起伏伏 生活跌跌荡荡 平常心看待 拼搏心对待 得意时不张扬 失意时不哀伤 亮一盏灯 发一束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